毛山派在玄学领域一直是名声显赫 家喻户晓的门派 但其实毛山派的源流又有多少人知道呢 下面就来和大家谈一谈 几百家毛山派 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 按照地理来说毛山原名剧屈山 位于现在的江苏聚荣市 西汉有咸阳三毛军毛银毛固毛中德道 来此掌山故魏之毛山 而毛山上的法脉名为上清派 上清派所奉祖师即为三毛真君 魏元军陶祖真君陶红井 三毛军出生在金陕西咸阳 大毛军毛营自身疏 中毛军毛固自继位 三毛军毛中自私和 毛营飞升后两兄弟军器官还将 求凶于东山 毛营乃受以炎年不死之法 两兄弟修道三年 亦飞升成仙 毛氏三贞得道后 来聚荣之聚屈山集 尽江苏省聚荣之毛山 掌管此山 故聚屈山后名毛山 晋朝任成今山东济宁 女修魏华存魏元军 又称子虚元军 自幼向道后创立上清派 被誉为上清派第一代太师 民间称之为二仙奶奶 至此上清派的初期规模已经形成 并传上清大洞真经和黄亭经等 南北朝时期 上清派道士逃红井 迫于南梁时期举国重佛 以道教上清派宗师的身份 前往茂县李阿玉王塔自使授界 佛道兼修保存了上清一脉 宋朝之时 毛山龙虎山格造山 合称江南道教三山福禄 一直延续至今 在观民间所传之毛山法 列举一些世面常见的如 大茅山派 观音茅山教 茅吕二教 北传茅山 南传茅山 苏州茅山 西天茅山 茅山真心教 茅山各家教等 这其中法脉之间差异之大 令人不得不去思量这些茅山派 是否真的存在这什么联系 又或者只是名字相似 却无同处 下面就简单的介绍 一些民间茅山法 供大家参考 大茅山派于四川 贵州 湖北 湖南 江西等地流传最多 抛开贵州来看 大茅山文化应该是发展于长江流域 奉茅山李老军 茅山法王为祖师 主要是驱邪退煞等 也有部分治病的水法 值得关注的是大茅山派 在四川的传教仪式 和其他地区又有不同之处 称之为上茅山 上茅山即是师父带弟子 到一处空地或山上 先以相逐共品祭祀 理论上类似风水的买地 买下的地再通过变神变谈 不五方将此地化为茅山 取一个在茅山上传法的意思 从整体法脉来看 并没有三茅君 魏夫人 陶祖师的相关资料 所以大茅山的起源 应该和上清派没有太大关系 观音茅山教此法传承不是很广 不过在湖南、江西、福建、广东等地 有迹可循 从咒语和刑法上来看 风格贴近湖南地区 所以起源地应该就是湖南地带 但是又有人说观音茅山教 真正阳明的地方是在广东 为人熟知是因为在反清复明时期 南传108教的其中一教 便是观音茅山教 后正使两个法脉并非一脉 广东地区的观音茅山教 在南传法中称之为下茅山观音教 是南传法祖胡法旺的茅山胡家教分支 传法祖师为胡亚辉 北传茅山派就是以江西民间茅山法 为主要法脉的民间法 主要流传在江西、湖南一带 相传是历代茅山祖师 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政法 北传茅山法多以驱邪、杀鬼、治病、和和 消灾为主 网络上翻看的资料看来 其实北传茅山所说的茅山历代祖师 仍然与茅山上卿派无太大瓜葛 茅驴二教的内容还是主要在一些法科上 可以说以茅山为名的众多法脉 除茅山上卿外 只有三山中的茅山和茅驴二教 有单独的法科形式 南传茅山该派所传法术 不是单纯的南传法 比如法脉中含有止血、耗疮、咒阳子淋巴肿块、退煞等等穿法绝技 多数与普通法门相似 而既然是南传茅山 肯定也少不了南传法的影子 香港片里经常提到一些取尸体游 炼尸体和杨小鬼 也就是现如今流传在福建、梁广、港台、东南亚地区的茅山树 而林郑英电影中的茅小芳这个人 其实还是有原型的 笔者的一位上青派道友 曾给笔者看过《茅山上青》的一本古书 上有记载茅小芳 是明末清初的一位上青派道士 不知后来林郑英拍的《僵尸道长》的茅小芳 是否真的取自上青派道士茅小芳 又或者真的是冥冥中的巧合 其实上青派历代人才不少 比如唐代大师人李白 便是个上青派的寿禄道士 继续说南传茅山 实际上这个法脉既不出于三毛君 也不出于李老君 这其实就是出自南传法组 胡法旺的南传108教 其实现在网络上各种茅山某家教 都是出自这里 而相同的地方就是南传法的核心内容了 点打 反打 必打 神打 神拳 同身等 苏州茅山相比其他的茅山法 苏州茅山是最贴近 正统茅山的一个法脉了 首先苏州和聚荣两地相近 直线距离只隔了一个湖 如果上青的法脉往外流传 首先到达的地方无非就是 苏州 扬州 长州 南京 吴湖等地 而除苏州外 其他地区并没有传出 有关茅山的法脉 所以苏州市上清除聚荣外的 首要传教点 再看祖师 苏州茅山的祖师即为三毛真君 这里说的祖师是起教祖师 也就是创立教门的先人 虽说上青派的创立人是魏元君 而不是三毛真君 但是如果忽略教义 和魏元君所传的经法等 光看法术的传承 上青派的法术传承 也是起源于三毛真君 这就与其他的茅山法不同了 其他茅山法和三毛真君 没什么直接关系 苏州茅山发展至今 在福禄咒语上 已经逐渐有了自己的风格 又融合了部分佛法 更偏向于四川地区的法术 与上青派先有可联系的地方 但是从功法上来看 依旧延续这上青派的传承 比如在福禄上主张内练 兵马也是五行兵马 西天茅山源自西天如来教 西天如来教主要分为三大直脉 即西天如来茅山教 西天如来驴山教 和西天如来大圣教 西天茅山教又分 雄文堂和清水教观音教 西天茅山法中的雄文堂 以必打顶刀刀砍不破顿刀 伏击的伏咒为专长 清水教则可以收邪至温 神坛出游 破刀铜皮铁骨 至降头百煞 祭打 观音教则以五雷赶鞋 望电摧彩 过身呵斩 鹤令福同福基 若应有地狱下英文明 可以看出西天茅山 也是以南传法为主的一个法脉 不过又稍微掺杂着一些民间实用技法 其他的茅山法就不赘述了 毕竟庞大的分支 有太多难以循迹的地方 不过万变不离其宗 所有的茅山法不外乎分为三种风格 南传法风格 道法风格 巫道坛风格 南传法风格 便是类似南传茅山这种以伏基 铜身铜皮铁骨 练小鬼等式的法术 道法风格便是 正统的茅山上青派法术 科宜 符咒等 多是用于超度 祈福消灾 曲鞋退煞 巫道坛风格便是大茅山 这种起源于川贵鄂乡地区的法术类别 主要专攻水法治病 祈福消灾 曲鞋退煞四川称为沙滑顶流 为什么这么多没有关联的法脉 会有同一个名字呢 一 南乌融合道教体系的遗留现象 由于历史上统治阶级 以正统的立场 对乌术与吟四加以禁绝 使乌教的生存变得十分艰难 于是乌教乌法开始寻求出路 首先就是与道教靠拢 使民间也认同他们同属于道教 由此乌道逐渐产生新的结合 在民间形成乌迹道内 乌外道之 道法二门 形态 之前流传于南方部分的小流派 以道教三山正统的茅山为名 自立教派而后南传法延伸的一陵八教 便是胡法旺学过一些乌道谈 茅山法或正统茅山法 所以便以茅山为名 二影视文化的传播影响 林郑英以茅山道士的形象出现在荧幕上 让广大群众认为茅山法是一种整人斗法杀僵尸 智谷杀鬼出阴神的一门高深法脉 所以在九十年代末 诞生出诸多 假借茅山为名的传法般 三 传承缺失 上清派的密法经过抗战和十年浩劫 两次洗礼后已经分散到民间各处 乃至在茅山上至今没有恢复到 之前的完整传承 而分散出去的这些道法 只掌握在民间法师手中 再融合本有的民间道法 便是新的一种茅山法坛 四 时代导致传承的变化 很多民间茅山最初也是源自上清法脉 但是经过改朝换代 刑法风格也在不停地变幻 在咒语和福禄科一上 逐渐取消密咒 安哄哄和明天地日等密咒 福头福脚等 虽然表面的形式被改得面目全非 甚至融合这佛法 乌法 但是在传承上 仍然可以追溯至古时候的上清泰